来这里是KPL官方直播间 即将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A组杭州LGD大额对阵深圳DYG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二 大家好我是陈葵 大家好我是潇洒 加十多吉户 激进非凡 激发高昂表现 微信搜一搜网卡注手 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 更多福利等你来领 看KPL下集赛上bilibili55号直播间 点击直播间右下方热议 带话题发表官赛评论 瓜分千元Q币 投稿KPL激励计划话题活动 还有机会瓜分30万现金大奖 快来参与吧 无障碍观赛功能升级 字幕首语两种选择 云莹形象优化 前往游戏内赛专区及王者营地 即可切换无障碍频道 云莹带你看直播 Fly马超无双飞降 FMVP定制皮肤线以上线 售价1688点圈 冰狼元素呼应 狼魂觉醒 尽现荣光 那目前A组的一个积分形式 对于这场比赛的杭州LGD大额来讲 是非常危险的 就这场比赛如果说杭州LGD大额 输给了深圳DYG 那么将排除三队同一分的极端可能 那杭州LGD大额将会确认 在第二轮降级到B组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生死之战了 是 就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觉得小分都还蛮关键的 因为老男人大额 他的小分负5分 就近胜分 就即便是他后两场全赢了 2-3 他这个小分如果拉不上去的话 也比较危险 但我觉得先赢大场再说 小分等后面再考虑 而深圳DYG上一场 是1-3输给了广州TTG 简单回顾一下 他们上周的表现的话 目前一胜一负的战绩 在A组算中游 但是由于他们输给的是 第一的广州TTG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形势也不算很严峻 那你这么看的话 其实杭州LGD大额 是2-3输给了广州TTG 控制变量法 而且他们2-3 出贺的理论是吧 他们2-3还赋予了长沙涛博 我就觉得老干净这边很可惜 这感觉是能打的 对 就是感觉就差那么一口气 对 这是为什么呢 两个觉得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看到他们 包括转会期 九龙对吧 然后呢 中路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打野的赤城 就是那他们为什么 就老是在决胜局的时候 没拿到这关键的一个大场积分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这个赛节的变动 你说大吧 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中单早点编路九城 然后打野赤城嘛 对 就这三个点的对于节奏点的把控还是比较关键 然后江城就一如一即往自己发育 然后等着团人去C嘛 然后我是觉得他们的磨合没有完全到位 因为最近这场比赛 我们都发现的老干人大哥一个共性 就是在逆风情况下 只有江城一个人他站出来了 就整个团队的话 太依赖江城那个发挥了 你不可能就是盘盘去依靠江城的一个爆发去赢得比赛 但是这个赛季 他们引入了这三名人 尤其是他们的上路九龙 再加上这个赤城赤城三百万的野王 九龙的话曾经之前的冠军边路 他为了就是改变自己上班区的现状 但前两招 目前这个比赛状况 这两个人目前还没有打出自己的身价 我们知道这个版本的上野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也能够看得出来 转会期的话 杭州邮机大哥他们就是在这一块想要去加强 想要有所突破 不像之前太依靠江城打那种四保一 他换了那三个人 就是想要去加强自己一个中上野 但是这赛季感觉中上野的配合 没有磨合好的样子 就期待他们这一段时间的调整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差 他们打完涛博那场比赛 然后是不是特别那个啥的 就是他打TDG的时候 那场比赛我们看到是老杨战大哥的状态 他其实是有所回归的 他们知道自己的该干嘛 然后包括后边 后边的话 对于老杨战大哥江城那几把的表现 一把算上香 包括那把旅元芳 都是比较C的嘛 就目前他们可能 我们都说这个三板斧嘛 对吧 他们对于江城这一块 他作为一个核心 去一下比赛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他们现在需要去开发 更多的可能性才行 是的 就我觉得就是不能光靠一个人站出来 你要多点开花 其他人也要站出来 对 然后升任DYG的话 其实他们在转会期 也是有一些动作的 比如说湘军转到了游泽位置嘛 然后我们看到发育录是华琛 小翼又重回了打野位置 而他们的一个磨合的话 也还是不错的 华琛跟江城的一个数据对比 比较明显的是在于 分军输出这一块 江城要领先很多 对 就这个输出来看的话 就升任DYG目前是一胜一负嘛 相对压力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华琛的这个数据的话 跟江城的对比 就感觉分军输出差了很多 就这种情况下 就证明了DYG的其他人 他其实是在团战当中的 贡献度非常高的 而老干杰大鹅就 特别特别的依赖于江城 我希望是今天看到的比赛 老干杰大鹅能够调整这一块 不要把自己的重心 完完全全倾向于江城 给到江城压力 对 就刚刚看到 他看似他输出很高 他其实这说明 其他队友没打伤害 对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双刃剑 就它有正反面 它正面当然是江城的 个人数据很华丽 但它的反面就是 可能老干杰其他四个队友 他们的数据就没有那么华丽了 是的 对所以但是江城这个点呢 人家打得好对吧 我们也是今天要来 王者学术探讨赢 来探讨一下江城 他的独一档孙上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夏季赛孙上香的胜率呢 是53.3% 而在江城的手中 他在联赛的孙上香 胜率是58.8% 逼近60% 非常高了 新版本这个孙上香的变动 会对他的表现 产生什么影响呢 主要机制不变 这个英雄我觉得 他再怎么变的话 是跟人有关系 而且他这次的调整 是他的二技能嘛 还有大招的冷却时间 大招冷却时间 减少了五秒 是对于四上香 大招的一个增强 但是主要是集合在 这个二技能上 他以前是对于 自己的一个穿透 自己受益 15% 但现在改成了 是减少敌方目标 10%的这个穿透 这个10%的穿透 那个护甲减少是 所有的队友 都可以享有的 都可以 对共享 就让四上香 这个二技能 变得更加的全面的 格局打开 对 让队友也是享受一下 对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 本赛季这个江城 他两种版本的一个出装 和胜局的一个出装 有了合适的出装呢 咱们的英雄 才能如虎添翼 卡王在手 神装在握 感谢KPL年度合作伙伴 交通银行信用卡的 大力支持 申请交通银行 KPL主题信用卡 800元权益礼包 等你领取 所以这两支队伍 我也回顾了一下 他们在春季赛的一个交手 是互有胜负的 但是呢 都是凌风 所以两位今天 更看好哪边呢 其实我觉得今天 按照祝鸿的理论 我更好看好 杭州老队连大鹅 我也是 我在 我因为看到了 上一场 老队连大鹅的改变吧 就是他们近期 他们其实缺的 就是时间的磨合 所以说 虽然他们这个是 生死之战很重要 但是两位 根据他们之前的一个表现 还是比较看好 他们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对场就是爆发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要期待一下了 前方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时间 交给杰说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瓶子 大家好 我是王超 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深圳DYG推进到杭州老队连大鹅 这场比赛呢 在评论期已经说过了 他们目前的积分情况 如果杭州老队连大鹅 这场比赛输掉的话 就意味着 他的最高积分就只有一分 那也就意味着 他们将确定调到B组 在下个阶段将会在B组 进行比赛 那么深圳DYG呢 因为在前面的两场比赛里面 是一胜一负 3比1战胜了 几难阿大鹅和1比3 败给了广荣TDG 那么因为广荣TDG 目前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嘛 三胜零负 所以后面的比赛 如果是任DYG 都能够尽全力取胜的话 他们是依旧有机会 去拿到这个A组前二的位置 去升到S组的 对 因为DYG 他现在有一个优势 是他战胜了几难阿大鹅 而几难阿大鹅 目前为止的话 是还没有拿到分的 没错 那么让我们先看一下 双方第一局的BP 这场比赛的南森方式 杭州老大鹅 先半新选 DYG在红方 先半蒙田 这已经成为 我认为这个版本啊 常态 我们看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第一局段结束之后 可能吕布的热度 会直接降到后三位 那么蒙田的热度 可能会来到前三了 今天我们已经 没有看到吕布了 对 今天的吕布 已经没有怎么出来了 到S组可能还会用一用 关羽也半了 半蒙田关羽 看样子想拿大桥 对 这首关羽的话 也是秦川班嘛 秦川独有 是的 然后就是弗莱独有 然后就是百兽独有 大桥 也班了老夫子和公孙黎 不给你大桥 配着两个英雄 张飞 张飞可以出 西施可以出 火舞也可以出 现在他要拿周瑜 拿中路这种压线的英雄 那老干爹的话 中路就要选一个 能对抗的 沈梦西或者银阵 对 然后这个咒语也不能给对手 天上天下 为阵无尽 徐佑金 来补强一下自己的野局强度 然后迎着 目前的中野斧很厉害 前期很厉害 献权也在手里 徐佑金拿一手进 拿一手进的话 后两手扳位 考虑扳掉一个鱼姬就可以了 进给小翼 小翼这个赛季转到了打野位置 对位到的是新人赤城 这两名打野选手的一个风格是比较相近的 都是喜欢刷钱的那种类型 小翼在之前打野位置的时候 他的发育能力就是联盟数一数二 对 这两个打野的发育能力都很强 对 敌人杰 小翼在射手位置也是发育录的射手位 经纪排名第一 敌人杰搬了之后 项羽也处理掉 这是要把能推的都尽可能的处理一下 来保大桥 剩下的要不然就是搬一手连坡 连坡搬了 但还有猪八戒在外面 那猪八戒可能会好处理一点 猪八戒毕竟有咒鱼在手里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 搬掉 老干爹大鹅这里的射手位的话 有两个选择 哪两个 一个李元芳一个鱼姬 这是比较常规的 还有一种是他们自己 自己可能更加喜欢用的 就是孙让翔 孙让翔加大桥 打的是上次打的是一个张飞加吕布的组合 没错 这把身体外机给你来个张飞加夏侯顿 比前排更肉了 比之前驴布更肉了 但combo上是不太好接的 这把还是要出射射箱吗 还好出吗 看他们喜好吧 因为上一把打的是银正 这把是个周瑜 如果还是要体系的话 可以直接拿 如果变动的话 也是可以理解的 鱼姬 稳一手 防径切他 对 除了竹日之弓的话 也好应对有周瑜的团战 然后用吕布去打 圣人DYZ这两个前排 但这个吕布的话 这套这种就少前排了 他们坦度是不够的 但是选猪八戒去对抗夏侯顿的话 也比较一般 选吕布在这个版本还稍微好打一点 而且你出八戒打圣人DYZ这套这种的话 有一个周瑜在 也不是很好打 对 然后你光是拼一个前排 去挤人家的一个视野 一个人挤两个 是挤不过的 你只有用吕布这种 起码到了后期 他去砍这两个前排 是砍得动 可以把视野挤出去 但是整个前期的时候 他们会打得很痛苦 江城换成了李源芳 但是华琛立刻用孙长江 两个打对线 孙长江打李源芳 还是很舒服的 带个进化就可以了 对线优势 因为你这局比赛 上路下后蹲打吕布 首先你对线的话 就没有办法百分百拿优势 然后中路一个周瑜 对面一个银阵五五开 但是你在下路 要创造一个优势对线来 否则你在红色方 你这三路一条线都没有优 或者说都是军事 你这红色方就白拿了呀 红色方什么都发合不出来 这个森林DYZ 这把红色方 就是个三线优势阵容 对呀 你这把红色方 拿出来的话 就好受很多了 可能整个节奏 是神人DYZ去引领的 杭州老干爹大额 这刀阵容的话 前期也就只能靠 这个大桥菊油精 大桥菊油精 跑图 跑图去帮一下队友 帮队友去撑下节奏 DYZ的阵容 虽然说它是 对于大桥体系 是有一定的针对 在于张飞可以把人喷出去 但是它是 不容易接combo的 他接combo可能更多的需要 进了一个绕后和张飞去接 这个空子去打一段爆发 他这把中线老干爹会抢得更快 它是一个大桥加一个银震 两个技能抢中是非常快的 对这个中线如果抢到的话 那就影响了绝名周瑜转线 虽然说你双边兑现优势 但是你中路动不了 你双边优势也裤打不了 对吧 前期他可以直接 菊油精抢个草丛 菊油精抢草 然后让银震和大小在前点 在前点把那个线清了之后 各自去帮一下双边 帮双边线去拿一个合道之灵 可以在前期的时候拿到 一点小优势 没错 好像这个阵容到4级以后 就看早点这个银震的 往哪儿去了 对 看他们的节奏往哪儿带了 这局老干爹难打的点 就是在于九龙 九龙这个吕布在中期的时候 它的坦度完全不够 但是九龙的吕布的出装 跟其他吕布的出装不一样 其他吕布的出装都是纯形仓球 然后双经济护手 但九龙的出装 他上一次拿吕布 出装还是不祥征兆 加上永夜守护 在16号的那场比赛 所以他在队伍里面拿到的吕布 还是虽然说这个版本的吕布有改动 但他还是用之前的出装在打 所以他的名文上 应该也是带更多的是血量名文 一会儿看一下 进去之后看一下吕布的血条就知道了 是 本场比赛实际DYG的主场 天风之路永无边界 蓝色方杭州老干爹大鹅 红色方深圳DYG 我是瓶子 我是王超 B5的第一局 这个B5也十分的关键 对于老干爹大鹅而言 全军出击 孙少湘的心源 对 一上来 深圳DYG 和杭州老干爹大鹅 都是三个人走中 然后在抢中线这一块 银正把线拉走 拿到了第一波线权 顺便打一下绝命的状态 这样绝命的话 就算是有线 但是也没办法转线 对 他做不了事情 然后这时候老干爹的 这个中斧直接摸进野区 反下小野怪 对 影响小翼的刷野节奏 这个小的就反了一只 相军 进野区 想偷野 对 二技能跳楼的被减速了 赤城没有选择去追他了 是 因为发现下路的李源芳 是被苏长枪压陷的 他如果再往前追的话 那个苏长枪过来支援 可以配合周瑜 直接对菊肉精 形成一个包夹 对 九龙这个血条四千血 不像是一个千血名文 那应该还是带着引力那一套 对 只是在出装上会跟别人不同 三级吕布还没到五千嘛 进去看一下 小翼到四级了 上去摸一波伤害 帮对抗路抢个四 然后周瑜这波转过来的话 可以尝试先压一下 对 那绝命在草里猫着 但身后老干爹又有大乔和菊肉精在 银阵也赶了过来 大乔可以给个电梯 吕布直接顶在前面 把这个线清完 然后坐个电梯回家就行 那野区什么都没了 那下一条龙 看TYG这个站位的话 也只能控主宰 下落 华晨就是不教这个进化 江城毕竟没有四级 嗯 吕元芳想要在这个时候杀人的话 必须要有大招的伤害 和他二级能贴脸翻滚的伤害 以及配合他的斯腾标 实施预测 朱亨潇洒02都看好了身上DYG 上路开始了 绝命一直铸鞭 这在上一场比赛的RNGM的周瑜 也是非常早的就来到了边路 来压边把周瑜这个点在前期的对抗路 优先创造一个突破口出来 推尼座塔 然后趁小翼刷野的间隙 他才会回中去补一波线 这个线其实他就正常不是一个清线了 没错 完全是补线 等到小翼把两片野区全收完之后 中路的线就可以全交给小翼去吃 自己就可以安心地挂在边路 去退掉旅部的这座塔 而且率先把边路拿掉也有一个好处 可以把秦川调到正面来 看看能不能给下路一点压力 或者对野区再进一步的给压力 因为下侯蹲加进 入侵的话效率效果会更好 主动上去 这波中间清环可以转了 正好居住已经也在中路露头 吕布也来中了 转现的过程当中直接卡一手蓝buff野区 这个蓝buff施城是肯定要要的 但上路里这个防御塔就要不了了 对 buff吃可以让给菊油精的 毕竟菊油精有个陈 自己的打野没到 这一波早点给了个大招 把蓝区蓝了一下 这一波DYG还是做得不绝对 他做得要绝一点的话 直接让下侯蹲就蓝进去 就现在周瑜都可以不来中路 这波让进来中 进来中吃 然后周瑜直接挂在边路去压这座塔 这个塔就掉了 对你要么逼九龙一个大出来 九龙就大我估计都清不掉 但现在他们这样做的话 就是稍微滞后一点 慢了两波兵线 要不然这个塔就可以掉了 劲多吃了对抗路的兵线 经验会起得快一点 现在已经是一个两级大招的进来 是 八级了 结果已经才七级 经济上已经高了五百块 绝密到赤神 绝密这波清完线 差不多要回家了 自己的蓝量不是很多 下路把线清了就走 上路这波让赤神过来帮九龙 那这个上一塔一时半会是破不掉了 对上面的节奏打太慢了 对 这只给老干的机会了 因为你上路 你现在开始 如果你上路的线拿不到的话 大桥这个阵容 大桥现在是有大的手里 关键是什么绝密他还赖在线上 刚才他没有回城 取消回城了 然后自己补了一下 这波就打镜像 他通过出了一个提人水晶 攒了点蓝 升级之后回蓝了 对 这波打镜像 其实原本是深圳DYG这波的节奏 应该是能够破下一塔 然后刚刚那一波上一塔也拔了 这一波就算是镜像换塔 他还赚一个外塔 但最后的结果是慢了一点 跟大桥阵容去打拖塔局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后面你会发现 你让九龙的装备拖起来 九龙会更肉 但九龙这局的比赛出装不一样了 跟之前不同了 还是双金金护手 但后面他没有选择 直接去合 他还做 采买两个小布甲的话 是想做反甲 想一上来先把反甲补出来 小一 可以挂了三能标 这个大招开的位置不是很好 他没有办法换位 是的 小一一技能交完了 那小一还是要死 这就是现在大桥阵容的优势了 这DYG前进节奏 做得不够绝 然后现在大桥如果能够在远端线能够处理掉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用大招瞬间集结更多的人过来 创造多打少 DYG这支道阵容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跑得很慢 如果他追线速度不够的话 那上一场比赛的话是提早做了温狼 是的 这波小一他开大的一个位置 正好中间那一条 贴着墙 贴着墙了 贴着墙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来回换位 是 没法飞雷神 他想用一波爆发把 李元芳秒了 对 可是李元芳有二技能交出来了 他是秒不掉的 是 下路装飞没大招 要去打一波推进 江城四环可以挂上去 小一要出来清线 清线过程中直接被打一套 甚至DYG有点被老干爹大鹅牵着走 是 他们在视野上面也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双前排并没有拿到什么视野优势 这个阵容从现在开始就是老干爹的引领了 就不是DYG说了算了 结果这个吕布 他其实在正面帮引领卡式也卡的 还是非常舒服的 你要看一下这一波 滑成脸 滚脸 然后背一套 然后圈也准备好 张飞大招也没把人拼出去 二塔前点清线 坐电梯走 然后立马转上 可以去上路补个线 中路这波线互相交汇的话 清掉也做不了事情 然后李原芳拿个红 拘后进去上路补现 等下一波 DyG这边等张飞 张飞又大了 张飞又大看DyG出不出节奏 这正容是DyG不好开啊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好像在稳,在稳节奏,稳滑撑出让枪发育 对 不做事情,目前为止就是在一直发育的一个阶段 在手 一直在防守 也没见他们怎么反击 像刚才那一波,像张飞周瑜 如果大胆一点,周瑜闪现吹 或者是张飞直接喷大招,把那两个人吹出来 这个团就开起来了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他们现在的核心点就只有小艺一个能够跟上伤害 松脏箱现在的输出,两件套了 现在其实是有机会打的了 进化这一波被赤城逼了出来,那又打不了了 还想再打张飞一个大招 张飞这波不交大,保自己大招 他交了大也是死 吕布有真实伤害 那就被赤城一个人单点蹲草出了一个节奏 中路强行跃 但这波吕布已经过来了 一塔还是退不掉 自己家的上二塔比较危险 再跳进去,落地一刀斩 绝密没闪现走不掉 是的 两个方天划斩的伤害 然后提前把圈准备好 这大桥 在中路的左边 把圈放在中路的右边 然后九龙一个闪现 是 是 老干爹起码是有节奏的 是 身边迪关系他是没有节奏 完全在手 但中路这波是想尝试找的机会 但是九龙上路那一波打完都第一时间是往中靠的 他也想到了中路早点可能会有危险 避免了这波中一塔被推 然后反过来还杀掉了对方的重担 造成了一波止损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期一直在讲 DYG的节奏要快要快的原因 张飞吼 这一波张飞吼三个 回头跳大招 DYG也不敢追 迎阵大招也在这里 90度扫好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 周瑜闪现过去跟伤害配合行船 交了两个闪 对交了两个闪来开早点 紧接着九龙过来 落地一刀 砍掉 然后闪现躲技能回头进电梯 节奏明显好很多 对小北这个接的太好了 专车 这是一辆专车 专门给九龙准备好的专车 说明他们的沟通到位 嗯 九龙在中午这边开的时候 小北已经提前给九龙规划好了 你从哪个位置撤出来 嗯 还是一座的 对吧 赤诚很谨慎 嗯 对不起这种盾人还不好蹲 因为有里原方在 不好阴人 然后有个吕布 吕布也不是很好被抓 然后其他人就抓不到了 只能抓赤诚了 现在想抓吕布 有点难 对 主要他们的视野 就我想不到的是一个夏侯一个张飞 配个周瑜加进 这套阵容能够在前中期的时候 视野挤不过老干爹大鹅的一个吕布 就没人动他你发现没有 九龙在战事业的过程当中 也没什么人对他有想法 你现在对他有想法的时候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有一说一 老干爹这套阵容就在孙上香在脸上 他们都不是很好开 这波吕布跳进去了 孙上香直接站路九龙 吼得还不错 对 但是孙上香被九龙给切死了 小一可能也走不掉了 赤城 打出一个被动 这波老干爹又转 打死了深圳DYG的双合 对 张飞吼得好 但是孙上香 在被九龙这身装备贴到之后 九龙这波切孙上香 连纯净苍穹都没交 孙上香现阶段的一个伤害 只够打掉九龙半观学 对 江城 丝毫不防 甚至还打出了秦川的一个闪现 是 再转到中路 推坐塔 下路还有一个暗影先锋 经济已经不对等了 江城的经济已经9600块钱 而华琛只有7100块钱 再说个恐怖故事 九龙的经济都跟华琛差不多 这孙上香打不过吕布也是正常的 他没有一个大核心的待遇 嗯 虽然说 甚至DYG想的是拿个孙上香 而且打法上面也是没进攻 只防守 但是经济都在小一的身上 好像是在脱后期 但是你脱后这种被动的方式 经济其实是起不快的 是的 小一这一波在人群里面 跟张飞配合 但是只收掉了一个小北 只收掉了一个辅助 对 付出的代价是自己家的野射双合 全部阵亡 是 是 就一个5400块钱的人 是用了一个9600加7600块钱的人换的 怎么算都是亏 而且是血亏 这把孙上香的经济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会这么窮 这是对内他的一个经济分配问题了 嗯 而且老干爹这局比赛 也没有把进攻击都打得很猛 这波来了 开加速想开九龙 九龙原地跳个大招 苍穹一开扛住了 他现在坦度扛一波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 你这种行为啊 你放在五六分钟前 这吕布可能会一直平凡的回家 平凡的回家 对 那么深圳DYG就可以 把自己的阵型再给往里面挤一挤 往老干爹大鹅的半片挤进去 那吕布一倒他们就没有能可以 没有可以占视野的人了 就只能靠吕元芳去摸 是的 靠赢阵去消耗去逼 这把就只能等 现在就变成了 华琛要向天再借五分钟 的阶段 对嘛 一撕血 就这样打死了 这吕布其实是没想象中的那么硬 前期的时候 自己家就终于静下猴顿 随便往中路来抢一抢 看到吕布 见面就给你来一套 我跟你讲 还是因为这把老干爹太顺了 这把老干爹稍微要腻一点 九龙也不会这么出装 他要是跟上一场比赛那样出装 不祥征兆加上永夜守护 他现在 该多弱还是多弱 是的 但九龙自己也没想到 这把好像都没什么人打他 对 但现在DYG反应过来了 可是江城的伤害 也是秦川扛不住的 刚那个位置是有点脱节了 主要 在龙坑后方 他想去卡小翼 之前卡人卡的都很顺利 往前一站就把人赶走了 现在如果小翼和绝命反应过来 见到你要先打你了 现在的吕布跟以前的吕布真不一样了 主要是二技能他的盾吸不上来那么透了 以前那个二技能一吸老后的一个盾 对 九龙下一剑要补个魔抗 要做个破魔刀 嗯 他剩下的装备应该是破魔刀加个暴力 是 但现在有一点 当他破魔刀做出来之后 他这落地一刀斩 很痛啊 对 吃不消啊 这都是风暴大剑合出来的装备 双龙会 双龙会 小贝给个行刀之剑 然后配合银阵打一波消耗 嗯 然后把大龙放在他上路 老干的都没有等下一波小龙刷 就想要快速的起节奏 这波大龙会先进来扛 然后紧接着小龙再到 但中路这波没有人管线 小一在旁边大招先被逼出来了 而且迎正刚才的大招 把人扫回家的话 一会再等吧 等上路龙过去 如果迎正大招能好的话 这波有机会推高 不然的话 那个大招就有点浪费了 嗯 大招来 直接扫 好 比周瑜位置 然后中上还有双龙 周瑜交出了辉月 没有阵亡 周瑜伤害打掉了第一条龙 但中路先拔这个防御塔 这防御塔有点难拔 旅元方给了个大招 下方的交道走了 推掉了中路的高地 但上路的高地 深圳DYG守住了 边路高地是不能先掉的 中路高地可以先给 对 但是中高推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嗯 旅元方伤害太高了 还是前排扛不住的原因 再加上迎正上路 配合这一条暗影先锋 给到的压力 让深圳DYG不得不去派人防守 对 所以他中路防守的人就很少了 周瑜也被扫残了 周瑜得回家 闪现上去追伤害 但是四环没有挂满 可是这波张废大招被逼了出来 这好到两个人 也没有后续的输出可以跟上 九龙大招跳进去 落地一刀 再来一刀斩 绝明交出了闪现 但这波橘佑金跟进去 没有能够用第二段厌反收掉绝明 而旅布在把人位置逼完之后 坐着大桥的电梯 又一个满状态落地 对 转到了上路 上路还有一条半喜的龙 后面还有个兵 中路超级兵也已经来到了高地位置 深圳DYG要处理中路的兵线 旅元方先给个大 把塔边的缺口给封住 三路的高地 老干爹一口气全部拔掉 就用了一条主宰的buff 破了深圳DYG的三路高地塔 是 而且在破完三路高地塔之后 老干爹大哥的状态都还很好 江神被打了一下 小易上去 换出了复活 首个师 再加上华城的出出 将江神给击杀掉 周易不拔火 老干爹在倒掉的大射的情况下 要往回退了 江神现在还是没有逐日的 刚才小易上的还是比较果断的 在看到江神血量 被自己的队友压下来 之后立马上去 用一技能接大招 对 刚刚江神也是个失误嘛 被绝命的火烧到了 江神也没想到 自己的第一个复活甲 掉得如此之快 对 掉得如此草率 孙上香装备已经完全起来了 终于拖到了华城神装 周易现在的伤害也很高 秦川拉上去 有点脱节 但是没有李元芳在 看到吕布这一下方天化斩 自己有点吃不住 对 虽然没有李元芳 但是他还有吕布 这条龙是不能看的 DYG把这条上塔 上路的兵线带过去之后 等下一波的主宰 看能不能跟老干爹打一下 如果再不打的话 就没机会了 这条龙再丢 老干爹就要顺着 下一波的主宰先锋一波了 10秒钟 马上刷的话 老干爹5个人Rash是有机会把这条 主宰给Rash掉 他们刚打的暴军 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刚刷出来4秒钟时间不够 是 要盾入黑暗了 打不了了 身上有那个羁绊 要把DYG的人压走 中路的兵线不能让周易听得这么出货 直接开这个周易 是的 但周易身上有灰月的 先开了个灰月 下过盾回头控一下 举佑进过来 二姐能想手 起身没有手 又是小易 小易直接切死了江城 再一个异技能追到了早点的身上 早点只能撤退了 还好大桥有电梯 把上野都运回了家 这波小易对于江城的击杀 还顺带打掉了早点的闪现 对 一会上路兵线处理完 然后状态不好 这条风暴龙王 DYG一定要拼一下 趁着现在老干尼大哥人不齐 嗯 你哪怕就是不打风暴龙王 把老干尼大哥的人逼过来 逼过来看视野 然后他们上去打一套 你杀一两个 对 造成这样一个连续的检员 赤城想去带鞭 想去带鞭 给到一点水晶的压力 逼身上DYG的人后退 那么可以拖到江城复活 是 现在江城复活已经在往这里赶了 DYG稳妥起见没有选择拼 老干爹也很稳 过来看看视野 把人逼走就行 然后上路的兵线带过去 用兵线来牵制小易 那回过头来 等赤城下来 老干爹可以开这条风暴龙王 赤城不走 他还想往深处再摸一摸 卡了个视野 视野盲区 贴着墙走 视野之灵看不到他 正面已经开启团了 绝命的第一个复活 被打了出来 赤城再继续扫他 再给了个E技能 绝命这波一丝血残血啊 黑血管逃生 江城也是用自己的闪线 躲了华城一个平A 周瑜得回家 上路这波线可以交给周瑜来管 但是张飞这波没有大了 他们视野挤不过来 小敦大招上去卡 他想定一下 让华城打一波输出 但华城现在已经没有蓝了 手机的蓝量 最多让他在支持翻三下一技能 视野挤不出去 看小叶这波摸进去 龙谁的 将来把江城给收掉了 连人带龙一起拿 赤城也倒在了龙坑里 他甚至还想再杀一个银阵 他身上还有复活 吕布带他跳起来 再来一刀打出了明刀 卫宜躲开了后续的房间画展 但华城这一枪跟上去 再来二技能又是一刀 又是一刀 是的 九龙一个人 华城这一波 要抱着自己在红区的仇 一枪带走了九龙 只剩下小北一个人了 深圳DYG被破了三路高地 带着风暴龙王 要一波掉杭州老A大鹅 江城的复活时间还有十秒钟 小北一个人能不能拦住这条兵线 只有六秒 赤城也还有七秒钟复活 但是似乎深圳DYG不想给这个机会 小北却没有能够做回去 江城复活出来 但是兵线已经进到了水晶 让我们恭喜深圳DYG 大翻盘 老干爹这局比赛拿到了他们的三路高地 结果被小一的这个劲 对 一个人硬实声给打回来了 就对于江城的两波 两波 两波看江城 然后最后那一波 对 又杀人又拿风暴龙王 把对方的组合 把杭州老干爹大鹅的大哥位江城 给其杀掉之后还把风暴龙王拿到手 紧接着就是一波收割局 太漂亮了 小一的这一局比赛的劲 虽然在前期的话 可以看到他们的节奏太慢了 DYG的节奏太慢了 但是在后期他们还是做到了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破三高翻盘 这一局的圣人DYG也做到了 解说席刚刚也在聊小一的劲 最后风暴龙王团那一波的话 也是MVP级别的表现了 对它不光是最后一波吧 其实前半几波也是击杀掉江城很关键 对对对 就在中路那一波 然后但是前中期的话 就如果说对这个劲过于挑剔的话 前中期确实 就是在红区那一波我们在下面看着 觉得还不够丝滑 这不是小一应该有的水平 然后后边小一说 对 你说不够丝滑来 慢慢的就越打越热了 那渐入佳境嘛 对 渐入佳境了 而杭州LG大和这边 其实这一局的失利很亏 对 我觉得这一局 其实他们在前中期已经做的是 比较完美了 而且经济也是压制到了 最关键他们破三路 其实大乔的体系 破三高 破对面的三路 其实是很难翻翻的 很难被翻的 如果是甚至DYG的 如果是张辉混成一个大乔的话 可能被破三路还能守 对 大乔的翻盘概率还是蛮高的 对 因为其实你大乔体系的话 我破对面的三路 是能够把三路兵线给压过去的 但是因为是一波龙团的猝死相当于 在拼封冒龙王的时候 然后被小一抢的龙 还杀了核心位置 那这种的话你就接受不了了 然后这把老根天大鹅在前面 他其实出优势的点 我觉得是个人能力吧 就张生这里 他这种打法有点刺客 就他这个摆断打野 以前他不是拿过摆断打野吗 真的不是白拿的 对 他走位是很激进的 但是正是因为走位太激进了 给到了深圳DYG机会 对 有得也有失嘛 得就是在前半阶段取得的优势 是靠他上路先蹲了一波小翼 本局的MVP也是给到了 深圳DYG小翼的劲 抢龙有杀人 杀人越货 终结比赛 对 其实那一波的话 确实杭州LG大鹅这边不够谨慎啊 因为那是他们去拿冯暴龙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首先上路兵线给到压力了 然后那个周瑜被押回家了嘛 然后在首加的情况下 他们以多打少 而且招配每大招 对 冯暴龙王的血量啊 包括对面的状态啊 都是优于老根内大哥 但是就是在龙王这一环节 没有空到 真的就是开龙王时期是没什么问题 周瑜没不在 而且夏侯敦的状态也是很惨来不了 真就是让小翼一个镜 真的就是驳出来的 对 就是一个镜 我觉得就是驳出来 你看他们的状态张飞没大 虽然像蓝都快没了 这条龙小翼就是硬冲进去 利用了吕布当了一个跳板 两段位移 然后大招定住风暴龙王加上自己的成绩 抢下来 对 其实江城的那个位置还是挺危险的 但是他们为了护龙嘛 他们也没有想到对面张飞没大 对 因为那个龙的位置 是在随时被拉脱站的一个位置 对 所以他那个是站在龙旁边 想把那个龙给拉住 这波打得很果断吧 对 因为如果这波真的龙被老干爹大哥拿了 那他们肯定就一波了 对 你就不好守了 这个局面就要被改写了 所以两位觉得在刚刚那个情况下 杭州LG大哥他们这边 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或者说风险最低的选择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要不就是不拼这个龙 我再去运一会儿兵线 这个龙拖站就拖站 他们可以继续打一个情绪拉扯 或者说是他们的想法是 我趁着这个一两万的血量 我把它给鸟了 然后你过不来 也没错 因为其实周玉不在 然后张飞没大 夏侯敦也状态惨了 对面就三 也没闪了 对面就三个人 但唯独这个镜 你不能想看 对 就没办法 五打三吧 也没问题 你这边就是没有强控 这个镜飞进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手段拦他一下 对 你得先把这个想好 人家毕竟也是个镜 真就是一个镜加四号箱 然后两个打五个把人全杀光了 对 就是我们在这一局 其实我们现场导演 多次问我们要不要跳车 对吧 就是要不要再就是看好另外一遍 对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都没有选择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首孙上香 对吧 拖到了后面这个孙上香 他就是好打 孙上香的高爆发 跟静的高爆发 包括这把是双前排嘛 就他们阵容扎实成的 包括刚刚结束期提到 其实深圳DYG 可以很早的起节奏 但是他们打的这个速率慢了 对 被老格林大额先拿到优势了 是的 那本局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 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嗯 他们这个语音我觉得其实对于细节上来讲还是指挥的很清晰的 最主要聊到我们赛前聊的那个环节叫做局内沟通有效信息 嗯 他们报了一些有效的信息 就是江城的闪现在前一波被逼了出来 然后他的二技能翻滚也交了 这个消息小一听到了之后就顺势摸进去一套 连龙带人一起收 这个消息基本上告诉小一是必杀的 对 但是这个龙的话就是要看能不能抢 对 看双方一个打野的一个逞了 但是静的话 其实他这个抢龙的一个成功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对 因为他有镜像 就这点上我觉得杭州LG大俄这边这个应对做的不够了 要提防多多提防才行 其实破三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兵线的牵扯 就是确保万一万无一是对面没有抢龙的可能性再去开龙吗 对的 虽然是五个五打三 但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就是被抢龙的这个风险 就对面打野这个状态太好了 就其他人的状态都很差 但是唯独这个小一是满状态吗 还有这一波击杀江城 是湘君的张飞 他看准了时机把江城吼到了墙上 然后跟小一配合 然后让闪现交不出来 竹子也开不出来 这波配合combo是接上了 然后就是这一波 对 江城是交翻滚去打龙了 对老师这时候看到夏侯敦和周瑜都不在 你证明是一个三打五 但是一个满状态的镜 对于一个没有闪现没有二的李源芳 威胁还是很大的 对其实就打到刚刚那点江城交 李源芳交二技能之前 他们自己都觉得对面这个状态 对面没办法抢龙了 我们就交全技能去把这条龙给Rush 结果李源芳交二技能的时候 被深圳DYG的人看到了 对啊 而且对于深圳DYG来说 哪怕我正面只有三个人 但这个龙王我必须跟你抢 我不抢的话我 我不抢我肯定没了 我输的概率非常大 对啊我三高都被破了 我兵线肯定运不过你 那我最大的机会就是这个龙王 而你刚好又让静摸到了这个机会 那就把握住了呗 是的 怎能说就是他把江城杀了 这个是因为他们信息报到位 但是龙王这个抢夺真的是拼运气 我刚刚看到的是 赤城这里的绝有金也是交了成绩 两边同时交的差不多 我觉得其实对于老格林大哥 他除了兵线更好 更好打的一个方式就是 他这个龙可以卡着不动 他等赢正下一个大招好 其实他们开龙之前赢正已经把大给交过了 其实DIG这边知道的是李源芳里面二技能 赢正是没大招 两个关键的技能不在所以他冲上去抢 所以还是这些细节上 咱们要做得更加谨慎才行 好的 那B站王者药栏目国服锤职业 九成与托密本命英雄solo 盛方全军出击面板亲笔题词 拜访拍摄麻辣整会广告 竟在B站上期大众官号 更有签名奖品等你来拿 喝东鹏特饮加个能量buff carry全场无人能挡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那第一局呢杭州LG打额是 破三高的一个巨大优势 被对手给翻盘了 那这个时候的心态上 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第二局的时候一定要 就是忘掉第一局发生的事情 也跟我们今天赛前聊的那个很像 对吧 很实用 对 Gominny当时就给出了一个建议 第一局就翻篇了 对对对第一局就翻篇了 就第二局咱们再好好打 让我们上休息马上回来